大學生除了選擇一般的庫頂以外 因為未來工作的事求越來越多的繁華 學校也開始來幾位比較不一樣的學習方式 親像觀念科技大學 9年就來生立未來學院 透過前瞻跟三業專案學生學位庫頂 讓有技術專長的學生 繼續用社學院的方向來掛電 而且透過這三學合作的庫頂 若果學生的小孩在進去後就有一個機會 蠻特別的 這個是用直接針的數字去做拓印 對 它就是在上面反覆刷上 一年土加水之後就會變稀釋 體力自己的作品 台風介紹的女孩子 是婚姻科技大學未來學院的學生 她和其他的動物 都是自助幾位學習的新聞 想學精工 但是在這之前我都沒有碰過 所以我就來了 因為有更多的學習機會 她特別提供了學生這一個機會 然後讓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你想嘗試的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在大學四年裡非常重要的 要怎麼變成一個工程師 還是一個導板 對 然後就是針對目的性的下去 修課 選課 如果沒目標也沒關係 就是多方嘗試 對 我也是這樣過來 兩四個時間 將自己想要學習的夢想實現 無關是在過來還是國外 未來學院的學生 用到各種的幾位和方式 在大學找到他們想要走的方向 未來學院就有這個好處 她這個彈性大很多 前瞻學習機會學生 因為她對應的就是 既優 既保的學生 希望能夠延續他們在那一塊的 技術的那一塊的專業的延續 有外面的產業界 他們看他們需要什麼樣的 專長跟特質的這個員工 他們就可以先來我們這邊 然後跟學生建立一個 這樣一個連結的關係 國基大學裡面 有來自其一體系 和一般國中的學生 每個人都有所謂的專長 這是學校的學習方式 透過未來學院的設計 專業可以進行清潔和多安化 我們引導同學 那麼在企業的這個指導之下 那在雲課大 其實我們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同學 都匹有特殊的一個管道 那麼讓這個同學可以 在業界以及學校老師的一個指導上面 走向這種跨領域的訓練 跟職埃的一個發展 國有發展已經不只是達成利益 大學的教學也要跟社會輸給學 未來反應讓學生有機會 接受不一樣的選擇 法庭專業也了解企業的需要 學生就有機會 提早找到自己的未來 記者010 蔡航博德